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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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片了 今天的造型 大家看得出来我今天拍什么吗 如果你们看前面影片应该就知道了 今天拍视频的特辑 我现在手上带特别多视频 是因为刚刚拍完 我应该会拿掉一些 现在手上带太多了 现在要来收一下这些东西 现在刚好已经 中午12点了 我今天是想去买星巴克来吃 因为我想要喝那个星巴克 新上市的肉桂 肉桂什么东西的 我今天的穿搭 然后我现在想要出门买星巴克 今天的这个帽子呢是Tina Jojo的 然后上衣 这个头裤是Shima Doya的 再来裤子是军裤 OIV的 最近会不会太常出现这件军裤了 太喜欢了 因为它穿起来就很方便 然后很随性 很适合我日常穿 应该这样说 再来鞋子是之前 上一部影片跟你们开箱的 还有包包是虾皮买的 本来想买星巴克的 结果星巴克太多人了 要等20分钟 不知道是不是刚好买E-SOMI的关系 全明星运动会更新 现在直播中 现在还有人在看全明星运动会吗 我是秉持着 因为已经是全明星运动会的粉丝 所以还是有持续在看的 像个男友来吃 意大利面 很久没出现喔 隐藏的鹿 我就忘了摆回来了 马拉鱼啊 不敢再去了 下榴桥啊 去个来鱼 黑的要命 风雾啊 太黑了 我们来到了一家 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店 可是它每一桌都 有定位 每一桌都有人定位 昨天这个也是 拍一下你啊 给你的粉丝看看 他还活着 我还活着 应该都知道吧 都知道什么 看到我们被抓包 你昨天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9月20号 9月20号 9月20号是什么日子 不要揭晓了嘛 9月20号 哈哈哈哈 男友昨天电话里面跟我说 今天是9月20 9月20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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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鲑鱼 所以是奶油的吗 对啊 奶油的 早安 早安 大家 知道要关掉 都都进去了 哈哈 等一下呢 我们要出门去拍片 今天要拍一个全新的题材 然后为了这个影片压力超大的 就是压力大了好几天 因为我很怕 这个挑战会失败 希望到时候你们有成功看到 我今天要拍的影片 这样 然后现在要等Mindy过来我这里 她今天要来给我 我请她帮我画的一幅画 想要放在工作室的 如果是老观众们 老朋友应该都知道 之前我这一幅 后面这一幅是Mindy去年画给我的 然后今年又再请她帮我画一幅 想要画个比较符合绿植的风格 的一幅画这样 然后今天穿的 我昨天就知道你会穿这件 你又知道了 因为你就差不多这几件 你又知道了 所以我就穿了黑白色的 我觉得我这一周好像刚好 可以来个黑白色系的OOTD 今天的穿的啊 入镜的 你入镜的 我今天里面穿一个长的衬衫 白色衬衫 然后里面这件是No.11的 外面穿一个黑色的 蕾丝雕花罩衫 beams的 这周就来个黑白色性风格好了 然后肩背小包出门 男友的OOTD 欸你身上的东西都不用花钱的欸 哈哈 男友的帽子是我以前的 衬衫是他参加活动拿到的 裤子是之前拍H&M 我买给他的 那是我自己买的欸 然后他今天戴Cancel的小包 Cancel的小包 算我买给你的吧 我的头狼 算是 我用体力换来的欸 叫我一声淘总 淘总 我快没按到吗 好 重来 好 等我再夜宇室 我们现在接到Mindy了 你之前大受好评 YA Mindy粉赚出来 今天他又是来陪我们一起拍影片的 有在猜要去哪里 对 然后我现在完全没有告诉他 我要把他再去哪里 我觉得要把就是去买衣服 不然就是买化妆品 或是 买树 买植物 差不多 差不多啦 但是你没有猜到 你都买树差不多 没有 不是买树 等一下就直接再去那个地方 载你去那里 没错 我们要去Costco 然后挑战买好看的衣服 或是鞋子这类型的 服饰类的 请问你听到我企划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非常艰难 超难的对不对 我其实在低 我突然兴致缺缺 可以 为什么这样 我们要秉持着挑战的心情 我一开始想到这个企划的时候 其实我是看因为Costco 就真的很多人做 可是大家就是做什么 吃东西 生活用品 然后因为我频道都是穿搭类型的嘛 我一开始有想到这个主题 可是我后来隔着 因为我想说 哦好难 就是跟你们的反应一样 好 富伟你觉得呢 这就跟我们是相反的 你要让富伟就是有一些话 加油 你觉得如何 太难了啦 可以啦 一定要做成跟你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影片今天要拍成 好 我们可以的 可不可以富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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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被震的那样 可以 刚才就觉得很难 现在都各自挑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 现在在里面 放晃 Costco 乱晃 买东西 顺便买了一盒葡萄回去 好 收货慢慢 我回去再转给你 可以可以 我们刚刚拍完了Costco的影片 然后现在呢 因为今天明迪带她帮我画的画过来 没错 我要来开箱 我一直狂偷看 余光一直瞄到 好 怎么好像去年重演 去年这个花蜜 没错 等一下 你要站给我前面 你现在不能走 看我了吗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你知道我们哪里吗 我知道啊 这是我们兰嶼耶 对 我们去兰嶼家里 没错 我给她的照片 刚才画成这个 欸超可爱的 就是羊是粉色耶 没错 神秘的羊 充满魔化的羊 超Q的 魔法羊 欸这个画起来意外的很好看耶 超好看的吧 到时候贴圆图给大家 而且只有这只羊 超特别 桃子色 超Q的 哇 太赞了 而且很厚 对啊 但不知道正面 就是她的颜色也是我喜欢的那种 对 她给我看她指甲颜色而配 下一个要卸掉的话 下一个是别动 别的颜色 很可爱耶这个羊 而且有回忆感 而且有回忆感 没错 回忆感 这已经快跟我们一样高了 是吧 你就要得知名了 跟之前差很多 可爱 耶 好挂起来 哪一个觉得如何 她只能说好 而且她有 而且她也有那个 回忆意在 对啊 我觉得刚好这个就是你们去的 然后用做黑色化 对啊 因为刚好你也不喜欢就是很 因为她的圆土 圆土颜色比较暗 就是很真实 对啊 她闻嘛 我开了 我开了 欸超好看耶 超赞 欸很赞耶 挂一个很赞 很适合你这边 很适合你这边 很适合耶 那条都是绿子 对啊 对啊 好给她 耶 好看 开心你喜欢 超好看的 超赞的啦 嗯还是要 挂起来真的会一直忍不住想看耶 对啊 忍不住想欣赏 我现在已经收集了 明迪画家的两幅画 没错 以后就是慢慢增值 没错 会增值的我跟你讲 绝对增值 绝对增值 努力画上 那时候收藏了 有画画需求 欢迎找他 耶 啊你停到几楼 二楼 诶 我们还停到四楼 三楼还是四楼去耶 二楼 我是四滴 是 左边 左边 还是要春水躺 还是要再次二楼 二楼 就还好 上次就还好耶 那我们吃点点心好了 你一直说没吃过 你是说没吃过 诶 点点心是不是阿伟拍的 诶 因为就是一个 新的啊 新的啊 对啊 那我们吃点点心好了 我们来吃点点心 到了一块了 还没到那时候 我期待 有啊有啊 先下场 再来个浇纸一罐 再加上的部分点一下 大家早安 这是我今天的穿搭 我这种呢 因为想到 要可以配黑白风格 我就绞尽脑汁的 尝试了一下 各种不同变化 我今天穿的这种风格 我个人觉得 这是我之前完全没有的 你们看 你们看 我上半身呢 是这样配 配了一个 黑色的梳梯 然后 还有这个 MIRQ的 背心 然后我这种 黑色穿搭 我很喜欢用 影色系的饰品 去搭配 像这样 我觉得配起来 会很有个性 还有配一个这种 比较强眼一点的 皮带 好 给大家近看一下 我今天带的饰品 这个耳环是GOLDI的 耳扣是ETED的 然后我今天带的项链 这个是MOUZI的 手上的饰品 这个是LEFT ART的 然后 这个 曲线的 这是SOARLE的 还有右手的戒指 这边都是ETED 这样 然后我再来补充一下 这个背心好了 因为这件MIRQ的背心 我发现超多人问的 我的尺寸是S号 然后 颜色 应该是灰白色 因为我真的有点忘记 他们有出比较灰一点的白色 然后还有 纯白色吧 我的应该是灰白色 然后这个 下面这一个高药库 这件是KBF的 这个蛮久之前的 我其实基本上 身上的单品都算是旧的 还有鞋子也是旧的 再来包包 包包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台湾的品牌 RODE PIECE的 我很难得有这种大包 对不对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大的油彩包 可以装下非常多东西 然后 这风格意外的很喜欢耶 黑色果然真的还是有一种 显瘦的效果 来吃一点 昨天在Costco买的葡萄 就好了 我只能在一起 我会不能让你走 我会把我拦掉 到我身上 把这层的箱 的家 里面 我和我 你和我 把你带走 你扈在鞋子里 我看了 你扈在鞋子里 它是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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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全家人來游泳 今天的黑白色系穿搭 我今天其實穿的都是韓貨耶 可是搭的比較日系的感覺 裡面這一個白色的蛋糕裙襯衫 這是2GK的 不過這已經是他們之前的list款 所以我也不確定平常買不買得到 然後外面這個皮革的背心 就是August的這樣子配 然後配了一個黑色的貝雷帽 這是T&R Jojo的 再來是鞋子 已經是最近幾乎每天都穿的這一雙鞋 然後今天我配了一個黑色的網襪 這雙鞋我覺得配個這種同色系的襪子還蠻好看的 這個襪子是學下午的 然後包包的話 背了一個小橘包當作點綴 這個包是山寨一生的 然後我背了一個大的帆布袋 Merry Mekko的 這樣 然後有人問說 這一雙Loebe的鞋好不好走 我覺得單純 如果不穿襪子的話它是好走的 穿襪子的話 因為它這個有一點滑 所以有比較容易滑走 就是你腳可能需要使勁力氣去抓住它 然後畢竟它是厚底的鞋嘛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重量感 厚底的程度我覺得也很剛剛好 就是它的這個 不知道怎麼說就是它是一個很順的厚底感 不是很扁或是很硬的感覺 然後來說一下我今天的飾品 今天手上這個花花戒的是beams的 我等一下剛好去參加beams的新品發表 可以去試穿一下beams的新品 再來我的項鍊 這個是櫻木的的 手環這是SORI的 然後戒指這邊這個也是SORI的 那這邊這個也是beams的愛心戒 我現在在微風南山 然後現在要去beams的秋冬新品發表新品展示會 來看一下秋冬新品 有這種超短版的上衣 有這種超短版的上衣 毛衣 這蝴蝶姐好可愛 這一整套 Q 這邊都是RBS的新品 RBS是RAID BEAMS裡面比較高版的 算支線吧 用料都很好 我剛剛灌完定時了 這個 這個可以撕掉了 剛好有一個八折的 拿到一個八折的券 欸能夠在新品的時候買到八折 算是非常划算欸 但是因為我今天有點趕時間 我接下來要去 去牙醫回整 不然我很想要再多試一些新品 不然我很想要再多試一些新品 那已經下午三點了 就今天整個非常非常的暖入 然後我剛剛去回整了我的牙齒 拿新的牙套啊 然後現在吃的話 我等一下 待我下一個行程 要去 點了一個燕麥優格 脆劑 我有點忘記名字叫什麼了 反正在Gona我覺得這個 非常的好吃 它不是炸的 它是用燕麥果 我這個雞肉去做的 這超好吃的 還點了一個這個 鮭魚能量碗 我最愛吃的一個 它是98%的三股螺旋菌的 大家早安 現在是隔天早上了 我昨天去做臉部調經 還順便做了他們的一個 臉部保養的 新的課程 就是會讓臉的膚框看起來更亮 更亮 我現在是不是早上起床 完全沒有保養的狀態 會讓皮膚變得更亮 然後吃飽膠原蛋白的感覺 有沒有 這樣 現在早上保養一下 現在是週末 今天這兩天是週末 我的週末應該是工作度過 對的 然後昨天做那個課程 還有剩半罐的這個 膠濃縮安瓶 半罐可以自己帶回來用 半罐可以自己帶回來用 我應該晚上用 我覺得這個 晚上用比較OK 這樣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在吃這個 這個 李克塔克台的品牌 非常模式膠囊 就是聽說 吃了會 比較好睡 確實有這種 一覺到天亮 然後 睡完很飽的感覺 可是因為我平常不是那種很失眠 或是很前面的人 所以我吃了可能頂多是 平常睡眠的80分 然後可能變成90分的程度 我之前也有吃過 好在乎的類似睡眠 幫助睡眠的保健食品 我覺得好在乎的會讓人有一種 不知道是不是更深層的感覺 所以我吃好在乎的時候 每一次吃都會做夢 所以會讓我覺得有點疲累 反而吃了可能變得睡眠太深層嘛 不過吃李克塔克這個非常模式我覺得 算是還蠻剛好的 不會一直到做夢的感覺 就是 我最近有時候真的會 就是在想工作的事情 想到我 會 早上被驚醒的感覺 我最上週吧 上週有幾天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 就是 早上六點多 被驚醒 然後腦中還在想 我的影片要怎麼辦 或是怎麼拍之類的 對 反正就是最近好一點點 但是 有一陣子 壓力很大 就是當我 就是每一部影片都要被 唉算了 我真的也不知道這醬汁好不好 好像沒有辦法 隨心所欲的想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算了 我現在簡單化完妝了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我親愛的底妝 我今天只有用遮瑕還有妝前乳 我最近很嘗試 就是擦完防曬之後就用這兩個 就是 AM Fairyland的妝前乳 然後我用的這個是膚色的 搭配這個Dior的遮瑕 因為這兩個其實這樣混起來 再加上我皮膚如果沒有太大狀況的話 其實這樣子就很夠用了 那再加上我Dior這個遮瑕 我的色號買得太淺了 我買到00號 我那時候想說其實當體量用 可是後來覺得實在太淺了 變得我很少用它 然後最近又很想把它拿起來用 我就搭配這個妝前乳混一下 顏色就會比較自然 然後我也可以直接當做 算是全臉的底妝吧 我覺得這Dior妝前乳真的很厲害 它不只是本身遮瑕好 然後妝感也很好看 再來很服貼 然後是我覺得它的持久力很好 就我覺得這種遮瑕很常 一整天下來可能遮瑕的那邊會浮起來 或是很容易脫落之類的 可是這個持久力真的很好 然後我就用這兩個之後 再來壓了一點粉餅 粉餅我用integrate這塊 這個粉餅也是我覺得蠻好用的開架粉餅 我覺得我個人比起FIT ME的粉餅我也有 最近這一塊FIT ME的粉餅我也有 可是我自己比較喜歡integrate的粉餅 雖然它們的主打應該不一樣吧 但是就是以開架粉餅來說 我覺得FIT ME的粉餅對我來說 它的粉太厚了 就是它上起來會有一種很明顯 一塊一塊粉的感覺 確實它的可能持久力會比較好 沒錯 但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日常用太厚了 我就比較喜歡integrate這一塊 比較自然 然後也有定妝效果和一定的修飾力 這樣 今天的穿搭 我後來又把頭髮綁起來了 然後呢我今天穿的 上身這件灰色針織上衣 這是Tina Jojo的 新品 又是一個很好看的短板上衣 這一季或是應該說最近的日本品牌 很多出極短板的上衣 去Beams的新品發表會 也看到很多真的超短板的上衣 然後你就可以搭配這種高腰裙 有些人可能還是不習慣穿這麼短板的上衣 可是我覺得這可能已經是現在的趨勢了 因為這樣子穿搭配高腰裙啊高腰褲 比例其實真的會比較好 再來我今天的裙子穿的 這個是去年的 這件是Flickstore和DKISS的聯名款 之前露出的時候就還蠻多人問的 不過我其實在去年的時候就有分享過 應該老觀眾都知道 然後鞋子的話我也穿的是Tina Jojo的新品 非常非常秋冬的一套 鞋子給你們看一下 這雙靴子很特別 它的底部呢看起來像是樂服鞋 可是它又做了一個桶 所以就跟一般的這種靴子不太一樣 算是有點變形的設計 然後因為它的炫頭這邊還蠻尖的 所以我覺得在穿的時候不會覺得腳笨笨的感覺 那它的桶圍大概是這樣 算中短桶吧 再來是包包 包包背的是BeraBera這一顆 復古小包 這一顆我覺得它的風格和整體的氛圍 就會比較適合秋冬一點 所以像之前春夏我會比較少拿出來背 可是到了秋冬呢 它整個感覺 復古的氛圍很適合現在 我剛剛去星巴克工作了一下 然後現在呢我要出發去Net 對 因為聽說Net最近有在特價 去娃娃寶看看 剛剛回來了一下 我現在看到一雙鞋子 餅乾鞋 欸 這個大折欸 這個大折欸 賣完了 然後我剛剛看到價格我真的是眼珠要掉下來 我總共買了六樣東西 然後 然後 竟然只要多少錢 三百七十六 欸奇怪我自己算的時候以為要五六百 結果才三七六耶 天啊 真的覺得超扯的 啊因為我剛剛算成五折 對 打三折之後真的是便宜到不可思議 好 等久可以在我的Vlog裡面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底在Net買到的些什麼 然後其實已經距離我上一次去Net買東西 已經間隔了好幾天 我才又再度拿起相機 今天應該會是我一週Vlog的最後一天 然後因為我最近真的有一點點忙 所以 上一次拍完之後我就想說 好像也差不多湊滿一週了 可是我想說還是想要把Net的戰利品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在今天再拍一天 好然後 今天這些東西呢 我沒有特別探過 不確定會不會有點皺 所以大家就將就點看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算 這算什麼綠色啊 土耳其綠的一個棉質T恤 這件其實我看到 蠻多家Net都有這一件的 可能因為這種特殊色的關係 所以大家比較不會去買 所以像這種特殊色單品 架上都剩蠻多的 然後這一件它的價格 原價是199 那我打三折之後買是60塊 它是一個這個T恤 我等一下稍微換一下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呢 第二件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一個彩色條紋T 然後這件也是原價199 打三折之後也是60塊 可是這件是唯一一件我沒有試穿的 就是我當時拿了一堆Net的衣服之後 我都有試穿 然後離開前想說 看到這件好像還不錯 可是我懶得去試穿 就想說這應該還不錯吧 可是我自己實際穿之後我覺得有一點點太同趣了 顏色的關係吧 反正我等一下穿了大家就會知道 那再來下一件條紋T 這個我在學生穿大家有穿給大家看過 再來是鞋子 鞋子也有分享過 鞋子的話是這個餅乾鞋 餅乾鞋的話原價也是 我覺得很便宜 好像 399 然後打三折之後是120塊的餅乾鞋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帽子 帽子也是便宜到不可思議啊 然後我覺得這個帽子的顏色非常的可愛 它是簡單的刺繡 不會有太奇怪的字啊 我覺得整體造型上面還可以接受 然後它的價格原價是159 打三折之後是多少 它打折之後是48塊 這帽子其實我當初是有一點猶豫 因為我覺得它的帽型沒有說非常好 就是 你們可以看 有一點太 帽顏太寬了 你們不覺得我戴起來就覺得 好像不太修飾頭型 會這樣有一點扁扁的 這樣 但我就想說 啊才50塊 就當做一個 有時候如果只是想要隨意戴一頂帽子出門的話 還可以 這個帽顏我覺得 有點太寬了 對不對 我去試這兩件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這兩件沒有穿過 那其他兩件 因為在我的那個 學生穿大裡面有穿過了 我就不試了 第一個是這件 土耳其綠的T恤 這件我覺得它的材質真的是蠻舒服的耶 很涼 非常非常適合夏天 而且它很薄 很薄 然後它穿起來又很舒服的類型 然後我覺得其實就搭個牛仔褲就蠻好看的啊 如果喜歡繽紛色的人 買好不好 超便宜的 然後 你可以這樣 我覺得可以直接搭個簡單的項鍊就好了 我現在頭髮有點亂 請大家不要介意 先等一下去弄頭髮 搭一個這種項鍊 這樣 再來是這件 這件T恤的條紋好像有一點太 顏色太淺了 所以穿起來真的好像有一點 太孩子氣了 太童趣了 我覺得 感覺如果它顏色再飽和一點會更好 版型的話 我倒覺得這件女童的版型 還不錯耶 這個60塊的上衣 還有50塊的帽子 好 好的 這是今天Net開箱的部分